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 高雄市政府办理路桥拆除 及GD2道填平工程 左营地下道上个月中旬展开填平作业 公务团队再度发挥施工告效率 提前开放快车道通车行驶 市长韩国瑜也亲自主持剪彩仪式 并且巡视道路的铺设品池 配合铁路地下化 左营地下道平面化工程 提前三天完工 再度展现公务团队的工作效率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抵达通车现场 脸上露出满满笑容 请用简 左营地下道典体及布九东城 正式通车 没有字词也不受访 于是府团队及地方民队共同剪彩 象征左营地下道平面化 第一阶段工程提前达标 韩市长亲自走了一段 才刚铺好的博游马路 感受一下道路平坦的滋味 随后赶步下一个行程 田平的工作 虽然比拆桥看起来 好像比较简单 但是他如果假设没有很扎扎实实的 把他滚压 那也许以后都会有下线 所以我们所有的施工团队 也不敢轻忽 大概我们分了将近七成的这一个部分 一层一层来做施工 副局长李四川强调是供过程公务团队全力以赴 工程绝对尽得其考验 而包括配合铁路地下化及路平专案 几个月下来成果也很丰硕 我们配合铁路地下化 大概包括青年的这一个便桥 我们已经拆了五座的这一个路桥 那田平包括今天的这个左边一个地下道 那有关路平的这一个部分 前一次大概我们整理的只有86条 但大大小小到昨天为止 大概已经整袖133条 左边地下道平面化第一阶段提前完工 接下来包括路灯及测钩 预计7月底前完工 但最大优点就是面对即将而来的讯期 不用再担心地下道淹水影响市民往来通行 港督新闻林田阳罗绍军采访报道